大家好,这也是所调和片源书 我们今天说说一个我们都是熟悉的一个人 这就是外交部的这个新闻司的那个司长 华大妈华春莹 为什么要说他呢? 是因为最近北京这边有一些个谣传 算是谣言吧 犯局上的这个推测或者是传言 说这个现在中国这边的事情非常的糟糕 主要是反映在外交上面 比如欧盟这边基本上就已经翻脸了 共产党这些年它的外交最成功的就是对欧盟的外交 你想想是不是澳大利亚翻脸了 加拿大两倍在抓人 美国没得说翻脸了 然后呢最成功的他们说就是这个王毅啊 和这一届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呢 最成功的这个成绩啊 最拿得出手的成绩就是欧盟 结果欧盟现在也彻底翻脸了 然后呢最近有很多事嘛 经济也不行嘛台湾也不行嘛 都不行啊 所以说现在共产党内部啊 就新旗鼓按钮啊 说要清算这个外交系统 说中国现在搞那么糟 那不可能怪习近平嘛 是吧 习近平是总书记啊 是一尊啊 是吧 不可能说让习近平背锅嘛 那一定要有人背锅啊 但是最近这两天这个有一个报纸啊 是有一个媒体啊 是美国的一个非常重量级的媒体 在全世界的外交领域 都具有极其影响力的一个媒体 叫外交政策啊 无计很多个英文好点的朋友都知道这个媒体啊 就发表一篇文章 就提出一个观点啊 然后就讲说要把这个武汉病毒这个事情 要把它这个定位成一个什么呢 大规模杀伤型武器 向这个核扩散 像这个生化武器一样的那对待 然后在全全球通过外交的努力 然后全世界向中国宣战 就是有这么一个思路啊 其中就这个文章里面 有很多文一线嘛 因为它是个论文嘛 就引用了很多很多外交部的 中国外交部的说法里面就有华春莹 有王毅啊 有杨洁篪啊 是不是 所以这个时候 中国共产党里面 内部啊 就吸引起一股这个清算的这么一种潮流啊 按钮涌动啊 就说这个一定要有人背锅嘛 是不是 那谁背锅呢 你想想吧 那不总不可能是习近平背锅嘛 是吧 虽然习近平在外交部 有一个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 是不是 王毅拍马屁搞的嘛 那你不可能习近平背锅 那王毅和杨洁篪背锅 背锅嘛 那也不大可能 那杨洁篪是政治局委员 那王毅是国务委员 那都是上了台面的人 不可能让他们背锅 最后就是整个外交部的班子 工作人员 尤其是这个新闻口的这个战狼啊 要背锅 所以这个像朱建强啊 像什么这个什么 那个谁啊 叫什么啊 华春莹啊 要背锅 那么以前的耿爽也要背锅 但是耿爽已经调走了 去美国去去去联合国上班 而且耿爽是红二代 红三代 红三代 他是耿彪的孙子 知道吧 所以呢他也不大可能背锅 那华春莹跟这个朱建强 看上去是没有什么背景的 这是我背锅 但是我这个人呢 就是说起这个女人 那我都是有一种 怜悯性的同情性的 因为女人在我们这个世界啊 他还是要受男人保护的嘛 一说起女性的话 总是要带一点温柔的 而且一个时代 他来临的时候 风暴男人的时候 共产党每次作妖的时候 他特别容易这个什么 欺负女人 而且欺负的就是那些 爱共产党的女人 我们都知道有很多 有很多个文革啊 强和就是共产党 这个作恶以来啊 有些很多个的人呢 都是死得很难看的 所以现在江湖上 有一种说法 说这个华春莹以后 会死得非常难看 他死得有谁难看呢 有一个女人 是在文革的时候 被共产党整死的 整得非常难看 后来把她说成一个英雄 这个人就是张志心啊 就是年轻的人可能不太知道 年纪稍微大一点 都知道这个人 张志心啊 说说以后啊 你别看这个 别看这个华春莹 现在是个战狼啊 现在是是到处打口炮 但是有一天共产党要收拾他 一定是从他下手 因为他是个女的 因为没人保他 不是有人说 他的老公也死了吗 是不是 没人保他 最后就是拿他出来祭旗啊 拿他出来这个什么 然后垫背啊 背锅啊 是这么说的啊 而且这个每次拿出来 背锅的垫背的女人 都是特别爱共产党的 包括张志心 真的 所以我今天呢 是从华春莹的这么一个热点人物 然后说起啊 最后我要跟大家讲讲 张志心的故事 完了以后 我们就会发现 中国的历史上 很有意思的 共产党的党史上面啊 就是那些最后死的最惨的人 往往都是喜欢共产党的人 都是共产党的忠实的粉丝 包括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的 这个宁昭啊 那称毛泽东为爸爸的 知道吗 年轻的时候 然后他称毛泽东为爸爸 然后他妈妈让他去去去去考北大 他不考 他非得也考师范学院 完了以后 最后他妈妈跟他决孽 知道吧 最后他快死的时候 他妈妈才原谅他 因为他妈妈和他爸 是知道共产党不是个好东西的 知道吧 那张志兴呢是铁杆的毛粉 我跟你说 铁杆的什么共产党 共产主义的这个什么建设者 知道吧 对毛泽东有时候有点有点想法 这种人他 华春莹也是这样子的 铁杆的共产党员我跟你说 但是呢偶尔呢 他表现出自己是个专业主义 然后有时候说着这个建设性的意见 最后就惹火上身 尤其是要你背锅的时候 你看我们花点时间啊 跟大家讲讲这个张志兴的故事啊 张志兴的故事呢 我以前刚好写我这个文章啊 听起来是非常顺的荒荡啊 呃 华春莹表面看起来跟张志兴没什么关系 那是因为我们这个现在看张志兴 好像张志兴是一个什么英勇就义啊 是一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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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雄啊 其实当时当地张志兴就是共产党的一个 一个积极分子知道吧 更新的华春莹其实是非常像的 然后你就会发现中国社会极其荒诞的一面 张志兴是1975年就被杀死了 我们知道1976年毛泽东死嘛 1977年就就开始频繁了嘛 是不是 所以他其实是死于这个文革结束的前义啊 死于毛泽东啊 蛤屁的前义啊 张志兴是 但是我我就我就不解释了啊 我就把我的文章给大家念一遍 因为这文章我是正儿八经写的 其实写的挺挺动心的哈 张志兴死于1975年 她曾经是一名美丽的女人 多年以后我们还能在照片上看到她的象牙一般的皮肤 她斜靠在小提琴上的线条温柔的脸 可是在1975年她被枪毙了 被拉出去之前张志兴曾经拼命的叫喊 那些行刑的人找了一把快刀将她的喉管切开 张志兴最终只能发出一连串混沌的声音 年轻的血液顺着气管冒出一连串的血泡 咕隆咕隆的 张志兴自己也没有听得太清楚 事实上张志兴之死 从1968年春天一个寻常的新一天就已经开始 那时她还是辽宁省委宣传部的一名这个中级的干部 那这一天张志兴到一位女同事的家里 借江青的文革讲话的资料 两个人之间的一段四种话的焦虑让她的命运突转 像所有的革命战友一样 这位女同事劝张志兴站到革命派这一边 可是张志兴却说 我考虑的不是这一派是那一派的问题 我考虑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我觉得文化大革命好多问题我不能理解 说者无疑听者也有心 这句话很快被同事汇报上去了 记录了张志兴的档案 这一年的十月张志兴被下放到武器干校学系 很快他就被抓了出来 组织为张志兴承认的专案组 对他的思想进行反复的深入的挖掘 经过一系列的批斗会和学习班 张志兴逐渐讲出他内心的真实的想法 提出对文革的诸多的怀疑和不满 主席讲话中说文化大革命成绩是主要的 我看不见的 我就想文化大革命的一期做法 师父非得要那样做 群众中刚出现带中字舞的时候 中字的时候我就有想法 过去封建时代讲中 现在搞这个有什么意思呢 整着玩意儿干什么呢 再过几十年再看我们和领袖的关系 就像我们现在看从前那些信神信鬼一样的 不可理解 文化大革命这么弄下去 就剩几个样板戏 长长雨漏歌 祖国的艺术不是越来越枯竭和单调了吗 张志新不但没有怀疑 不但怀疑文革的正确性 而且还把矛头指向了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张志新说毛主席在党的历史发展中的蜂蜂伪 是不可以否认的 但是我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毛主席也有错误 最终表现大约级以来 不能遵照客观规律 在一些问题上超越了客观条件和可能性 只强调不断革命论而互联了革命发展的阶段论 使得革命和建设出现了问题 缺点和错误 其中反映在三年困难时期的一些问题上 也就是在三面红席上面 对毛主席的怀疑不信任归根道理 我有这个想法 现在什么问题都对毛主席说了才好办 毛主席是不是个人说了算太重了 我认为无论谁都不能另外 不能把个人凌驾于党之上 这些年什么都替毛主席放在党的上边 我不反对宣传领袖 但是不要宣传的太过分了 林副主席说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 主席的只是理解的要执行 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这种局面不会维持太长的 这样下去局面是不堪设想的 那么多年以后啊 我们再来阅读张志兴的这些话语 他会觉得他讲的仅仅是一些常识 可是在当时在一个 具体盲从的一个时代 任何一种怀疑文化大革命 怀疑最高领袖言语或者行动 都能够招致灭顶之灾 所以张志兴留个历史的价值 不在于他的思想的深度 而是在于一种勇气 一种对常识的坚守 他的确没有深刻的思考 或者崭新的创建 他的确是共产党的铁血的共产党人 但是他不甘受到思想的奴役 并选择如是将他的所见所感都讲出来 我们注意到另外一个事实 尽管张志兴对党在文革中的作法 提出了许多的批评意见 但这些意见都是以一名共产党员的身份 向组织公开的提出来的 在多次的谈话中 他一再表明坚持党的领导 服从组织的安排 他还记得党章中赋予党员的批评建设的 一个建议的权利 党员有权向党的组织和各级领导人 提出批评和建议 党员对党组织的决议指示 如果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保留 并有权于越级 直接向中央和党的中央主席汇报 要造成一种既有集中又有民主 又有纪律又自由 又有统一意志 又有个人心心舒畅 生动活泼的政治的局面 张志兴显然是一个非常相信 共产党党章的人 他相信这样的条款 是一名党员的最高的制度设计 因此他信任党组织会接受党员的批评 也敢于向组织提出这样的意见 全国共诸之和党内的民主 个人心情舒畅有矛盾 即便面对脑狱和哭心 他仍坚持说前提和目的 只有一个捍卫党的原则和革命的利益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的话 张志兴简直就是党的体系之中最鲜活 最有建设性的力量之一 他从来不是异端分子 从未试图突破共产党思想的框架 他没有离经盼道 盼道只是他的几句真话 而触动最高权威脆弱的神经 使得某些人因惶恐而生同和 生杀与多自然不在话下 他当然也无法理解 在高度集权的社会中 一切制度不过是无条件 服从于最高权力一直的装饰品 他的深层的权力 言论的自由的权力 随时都有被剥夺 我们甚至可以说 张志兴在某种无意识的状态下 让自己偶然做了这个共产党 这个组织的祭品 时代的祭品 这是正是张志兴之死最荒谬的地方 一命坚持党性的党员 因为向党组织提出意见 竟然被他所热爱的组织关进监狱 一关就是六年直到死亡来临 这是最黑暗的六年时间 张志兴一直被关在一个小号里面 没有窗户 没有光线 戴着手铐和脚镣 只能坐着不能躺下 他被彻底隔离起来 他的家人再也没有见过他一面 狱警总是缩拾一些刑事犯去殴打他 他们揪光了他额头上的头发 他们强迫张志兴 把擦地板的破破摔在嘴巴里面 还给他的犯女掺眉渣 看守所长甚至指使手下 不发给张志兴必要的女性的 卫生巾的手指 后来一名监狱里不知性命的妇女 告诉张志兴的家人 说张志兴多次遭到了 这个狱警和男犯人的轮奸 在长期的虐待之下 张志兴精神时长 他经常赤弩的身子 握在小号里面 用窝窝头沾着月巾血吃 还在他的小床上大小便 即使疯了 张志兴也没有狗活的权利 对于张志兴是否精神失常的问题 监狱工作人员曾经向上级指示 但上级未经任何司法调查 就做出批示 他的假象本质不变 仍然按照省委的批示执行 对于张志兴最后的处理 辽宁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 毛远欣在常委上说 多活一天就多搞一天反革命 杀了算了 张志兴的死刑可能是迄今未止 人类杀人意识上最残酷的一章 将一个精神失常的人 执行死刑已经有备于人道 而在张志兴临行前 为了防止他喊出反动的口号 监狱人员居然强行割断他的喉管 这是1975年的4月4号 他被秘密带到监狱的一个二层楼的办公室 没等张志兴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就被几个窜上来的人按倒在水泥地上 头枕一块砖强行切到他的喉管 为了维持呼吸 就把一个三寸来长的小手指粗的不锈钢管 插进这个张志兴的气管里面 再用线将连接着气管的这个筋收片 缝在刀口两边的肉上 而张志兴奋力的反抗 剧痛使他咬断了舌头 血水溏满了 血水流满了这个前胸 他脖子上的伤口不时的冒出带血的气泡 嘴里不时呕吐着撕血 撕水的唾液 面对如此害人的杀人场景 我们今天的愤怒是没有意义的 让我匪夷所思的是 一个看上去庞大的极致的组织 为什么会对一个单纯的女人如此惧怕 她们不仅要消灭张志兴的肉体 还要剥夺她最后一次正常呼吸 与叫喊的权力 她们不仅害怕张志兴自己独立思考 还担心她的孩子们 在血液中残留着张志兴批评与怀疑的火种 我们应该把1975年定性为张志兴之年了 开春不久 张志兴即将执行死刑的时候 党和政府命令张志兴的丈夫 带着女儿一起去参加沈阳法院举办的死囚家属 学习班在法院询问一下 17岁的曾宁宁 也就是她的姑娘 她的姑娘 还有8岁的曾童童 做出了笔录 曾宁宁说 当刚听说张志兴犯了反革命的罪行 我当时感觉到这会影响我进步的 这下可完了 但经过学习提高了认识 就是母女之间是有阶级性的 母女关系是有阶级性的 她虽然生了我 可是我的母亲 可她是反革命就不是母亲了 已经是我的敌人 她反党反毛主席 我们就和她斗争到底 我后来经过学校老师和家长的教育 我已经认识到她反革命 我已经和她划清界限 并不会影响我的进步 然后说这个法院的人问她 张志兴实属死心塌低 最大的恶劲 你没有什么想法 两个孩子同时回答坚决针 把她判处死刑 为人民除害 我们连尸体也不要 政府愿意怎么处理 怎么处理我们都拥护 对于张志兴在监狱里面还有什么财物 我们什么也都不要 还是由政府来处理 不过他们也没有想到的事情 张志兴死后还会继续给他们带来困扰 经过了四年 1979年3月26号 当年下令搁弹张志兴侯管 执行枪决的辽宁省委 就不得不作出为张志兴平反昭雪 追认为他为革命劣势的决定 这份决定写的是如此的光明堂皇 如此的义愤填膺 张志兴同志惨遭杀害是林彪四人帮 及其死党一伙 阴墨传党跺权 推进极左路线 搞法西斯专政所造成的严重的恶果 我们要把千仇望痕 记在林彪四人帮及其死党一伙的身上 那些怀念张志兴的人们 似乎从这样的文件里读到了一点点希望 但是三个月以后 有人忽然意识到张志兴的遭遇 可能会让更多的人们 对这个共产党的邪恶的制度 产生一个更大的怀疑 所谓稳定压到一切 他们后悔了 不再让人们继续谈谈张志兴的故事 所有的媒体 所有的历史教材 开始屏蔽张志兴 张志兴的名字 再一次成为中共党史的一个禁忌 可以这样说 这是张志兴的第二次死亡 他再次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 直到今天 张志兴的审判案件 直今仍然在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绝密的档案里面 后来出生的那些过于年轻的人们 完全不知道我们的历史里面 曾经有一个叫张志兴的美丽的女人 她的故事 她的身体 她的血液 曾经让多少苦难中的人们 夜不能寐 内水横流 这就是张志兴的故事 这个文章我已经写了十好几年了 一直就没有地方出版 一本书嘛 哎呀我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你会看到张志兴这样的人 他是个铁血共产党员 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里面的人 他如果不死 他活到今天 他应该就是华春云这个样子 有一点有一点专业能力 有工作的热情 爱党爱国 真的 然后最后被共产党杀死 所以你不要看这个今天的华春云呢 或者今天这个那个的那些共产党的那些 那些在共产党的圈子里面折腾的那些女人 我今天主要说女人呢 其实他们的下场都很难看 所以我这几天听说这个外交部的这帮干活的人 要被清算的 华春云的什么朱坚强的要被清算的 我一点都不惊讶 一点都不惊讶 因为你关键的时候需要垫背的 谁在垫背呢 还是那句话 真的 华春云这样的人是很危险的 我希望他这样的人 能够有一天能够静下来 知道自己的结局其实并没那么美妙 你最好看看张志兴 张志兴可搅着比他要有才 真的是又会拉小提琴 人又长得漂亮 那可比可搅着比这个华春云要漂亮多了 但是就是死的如此的悲惨 一身为共产主义奋斗 最后死于共产主义的魔鬼的屠刀之下 死的极其屈辱没有尊严 真的是这就是中国人的命运 这就是张志兴的命运 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华春云这种这个女人的命运 也是我们每个人的命运 所以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邪恶的组织 真的我还是那句话 能走就走 千万不要纠缠 谢谢大家